中文字幕 李宗盛 這一次的案件來講 能夠在這樣的一個合作當中 奔出這樣的一個火花 說實在的也不是這麼容易 因為想要、需要、能要、該要的 全部在這一個家子裡面要去呈現出來 那这中间也历经过客户整个案件都完成了 然后突然在两年之后提出来 我们想要再做一点改变 那这两位设计师担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要的角色 那也让我们未来在整个团队当中 由主设计领导一个户手设计 再去延续整个设计的一个生命跟历程 我想这是我们主要在未来传承协作 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 玄关部分我们一进门为屋主规划一个路程区 这个部分在云先课边的时候 就有先跟建商这边沟通调整整个地平的规划 那我们后续就是把它装修的时候 再进来做整体的材质搭配跟整体空间的设计 玄关换鞋区到我们客餐厅中间有一个隔屏的部分 那这个隔屏我们就是兼具了生亚鞋柜的功能 那也有一个造型框让它有一个进门的仪式感 前期我们在课边的时候做设计规划 我们整个大量的造型是以油漆设跟天花板设计去做区分 弱化它 但是后来我们三年后教屋前它有做一个设计的调整 那我们整个大量的造型规划 也有做一个设计上的变更 我们是以金属板材在下面做底层 杂底的部分 左右两侧就是以贴明镜的方式去做化整个空间 还有天花板的一个造型的延伸 不要让整个天花板看起来是比较压迫的感觉 因为凉下主要是一个比较压迫的高度 那我们建议在挑选沙发的部分 就是选沙发中间有边基的部分 主要放在凉下 不要让客人或屋主自己在坐在凉下的空间 避免就是这个压迫感对业主使用上会不方便这样 前后两次的设计风格 其实都会是在现代轻车的一个调性 但是它对于整个客厅的格局 有稍微做一个配置的调整 因此它的格局又变得更放大 那在轻石区这一边 它其实在第二次来找我们的时候 它是希望它的中导有一个它很熟悉的食材的面材 希望透过这个食材面材去发展 它整个客厅的设计 包含它的厨具的材质的搭配 以及它客厅的一个大板砖的搭配 都是以这个食材面材去做一个出发点 屋主在客变后的三年 要交屋的前夕 他在网路上有看到一个他喜欢的博主 那个影片中有看到一个开放式明亮的中导倒台设计 他就希望它现在的客厂亭区它可以有这个氛围感 那我们就是依照那个氛围去做建议设计规划 还有颜色的搭配 让它相近于影片中相似的氛围感 来打造一个比较宽敞的客厂亭产出空间 在厨具的规划过程呢 我们其实陪了屋主去了厨具的公司 然后做了其实蛮详细的讨论 那在讨论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会了解屋主很多的使用需求 那很仔细地帮它去做规划的设想 那包含我们厨具里面垃圾桶的位置 然后它小家电要放置的位置 其实在当下都帮它做了一个很仔细的设想 也希望屋主可以在这个秦始区使用非常的顺畅便利 我们在这个居家智能里面 其实它纳入了很多的情境 那屋主它本身是希望说在这个空间它是可以放松 那可以看电影 也可以阅读 那也有派对的情境 所以我们纳入的这些情境是依照业主的需求 那再给予一些建议 我们融入的智能 它的灯光它是渐进式的灯光 我们会是以渐强渐弱的灯光去开启 跟关闭我们的灯 在整个空间氛围来讲 它会是非常舒适 对于我们整个感官或视觉的部分 它会是非常柔和 然后也会非常贴近人的一个活动 主卧规划我们主要是分成睡眠区跟起居跟离居的分开设计 那睡眠区的部分前期 业主有找他信任的风水老师来看整体空间的方位跟走向 那我们就是以那个方位走向为业主制定床头的面向 床头背的部分就是以床头有一个比较软直的皮革金属的部分 带整个空间的氛围 但整个空间的氛围看起来有一个轻色低调的感觉 起居空间主要是太太跟先生会有一个按摩椅跟一个烤箱会放置在那边 平常就是他们会放松SPA的空间 那更衣区的部分我们就是帮业主规划村主的收纳上下归的部分 屋主这边儿子他有养两只猫咪 那他有两个猫砂盆 放在廊道空间我们就是为猫咪制定了一个小猫咪的冒动 可以让他顺畅地跳进猫砂盆里面做使用 大儿子房的睡眠区跟书房更衣区的位置 与现在三年后他调整的位置大不相同 是因为他屋主三年后有请风水老师来看过 请风水老师依照每个家庭生育员的生肖 去看整个房间睡床的方位走向 所以一进门的部分会先是书房跟更衣空间 在往内走才会是到达儿子的主要的睡眠空间 三年前在科变的时候 弟弟是还在台湾读书的 那三年后弟弟到了国外留学 我们就这个地方为屋主在弟弟的房间 做一个调整规划一个下线床的设计 因为他回来的次数比较少 所以下线床的话就是容易收纳 那也不占空间 所以整体开放空间是比较多功能的 屋主他其实在分享满意整个空间尺度的一个雷奥 还有一个配置 那再来就是凉下的一个修饰 他原本对于这个凉他是非常不安的 那我们利用了镜面去反射 让整个空间延伸 弱化凉的一个手法 让他是觉得非常加分的一个设计点 主要是到整个工程后期 屋主都有陆陆续续的进来 看整体的空间氛围跟感受 动线的部分 他也觉得我们重新规划 其实会比原本我们课边设计的时候 整个空间区分更为流畅 他每天都会想要来这边 休息跟听音乐 放松看西洋 不管是餐厅的氛围 或者是客厅的氛围 觉得日后如果他真的退休了 他就真的就是在家里 是一个比较放松 然后不拘谨的一个生活空间 Beim今天到这一次 晚饭 还有什么宝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